将两根批管台分别安装在机架左右两侧 中间日流洗刀放置宽度并锁紧压紧螺丝 2.洗消 放入洗刀插入安全插销 打开洗刀便圆开关后 顺时针转动机器摇盘 使管台两钻切紧洗刀盘面进行切削 待管口切削平整后 逆时针转动摇排使管台分离 并关闭洗刀便圆开关 取出洗刀 清除切削碎屑 便用干净的毛巾清洁管口焊接面及内外壁 3.校正 顺时针转动摇排使管口合并 查看管口是否侧边 通过调整压紧螺丝调节侧边 调整完成后逆时针转动摇排分开管台 4.焊接 在到达焊接温度后 放入加热板 顺时针转动摇排 使两侧管口均紧接加热板 观察管口形成卷边后 松手使管台进行吸热 当吸热时间到达后 逆时针转动摇排分开管台 取出加热板后 立即合并管台 焊口进入冷却状态 当饭烤完全冷气后 拆除加剂 起出管台 焊接完成